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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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嗎 哪一個火鍋的親恩有嗎 是 聖子 聖子的職齁 那這部分來講我們還是先把 軸心先抓出來 軸心的部分先抓出來 那這裏 臂手的臂的部分 那這裏等分空間 那這裏再帶出來 它的一個寬度 好 會夠待會出來齁 那你如果怕 中間先畫的話 空間比例沒辦法做 那封口先帶沒關係 那這時候再從中間一分為二 就可以了 這個弧度我可以寫的直挺挺的 我也可以讓它弧度大一點點 那如果說硬轉 甚至我現在變成一個圓弧 變成一個半圓形都有可能 這是聖子的直 這個地方 臂的部分就變成是這樣子 那如果比賽的筆 那如果比賽的筆呢 再多一個 再多一個 那如果說 這時候我們這裡不會打那麼斜 會打得比較平一點點 這個會拉得比較平一點點 這部分可以稍微注意 來 下一個 來這裡上面 這個字把它記住齁 棍一下春人就用了 這個就是春的古字齁 春的鑽字 那這個字有些草字頭不見了也可以齁 草字頭不見的話也是春齁 所以這部分可以特別去注意一下 可以特別去注意一下 草字頭左右先定出來空間 那一般都會讓它有點中間的 可以稍微短一點點 那在中間再等分就好了 那這裡可以稀微凸出來 或者說不凸出來也沒關係 那再把橫筆帶出來 筆它們稍微寬一點點就好了 下方一樣再拉出來 好那這裡貫穿 出來一點點就好了齁 那這邊就轉折 到這個位置不要超過它 因為待會要拉出去 所以如果在這邊的話它會拉得很開 所以大概在這一個 這個U的下方這裡停住就好 那這邊直接帶下來 殺住起來 好那這邊再寫日 好這樣就可以 那我可不可以這裡整個把它 紮紮吃死的把它連起來 好可以喔 這裡面我這個很比我要像這樣子 左右斷開 或者整個左右紮紮吃死的連起來都沒關係 都可以 這部分特別去留意 那下方還是要讓它有點伸展的空間 還是有點伸展的空間 不要讓它起平了 不要讓它起平了 來下一個 不要把它當作是不是的式喔 很像齁 不要把它當作是不是的式 這個是聖 聖字的聖 因為聖字的聖為什麼會這麼寫 因為 我們聖的話 它的一個結構是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子 那這裡再一個P 對不對 那我們這裡 如果沒有做連接 這裡像不像一個桿 一個桿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它再把左右這個橫比左右縮短就好了 所以我們在寫立書的時候 超全盃也有類似這樣的一個結構喔 也有這樣的結構 那這裡 空間帶出來 好 那 這邊 這個地方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這一個橫比喔 好 這裡正常是這樣的拉出來 就我們第一個橫比的部分 那這裡面 這兩個就裡面的兩個橫比 好 裡面的兩個橫比 這束筆的部分 那下面它再把 下面的P的部分寫出來 好 那 這樣這時候我會先把這一隻腳 好 這支腳先刷刷 好 好 它這邊再帶出來 那這時候再來等分 因為這裡下來 拉過來 這裡是上下等分 那這裡左右一樣 高度一樣 再帶出來 那這個筆畫 原則上 絕對不要超過這個橫比 我會習慣讓它形成一個斜面 好 一個斜面進來 你如果把它拉得太長的話 這裡會覺得 這邊會覺得怪怪的 好 所以這個是聖 聖字的聖 特別去留意一下 差別是它這裡沒有冒出頭 左右沒有冒出頭 這裡不做連接 差別只在這邊 那我們在寫 歷書的時候 它的結構還可以把 直接把它變成是這樣子 裡面打叉 裡面打叉 那這邊就直接在這樣子帶過來 我們寫其他的結也是一樣 所以這個可以稍微去留意一下 來 再來 這裡 看有沒有 這個 大概我們都會再多個偏旁 大概都會再多一個偏旁 這個應該是結吧 結合 蛤 蛤 蛤 為什麼它住院是核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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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金魚那些 那這邊來講它應該是一個日 上到一個日在這樣子 那你把這個結構記起來了 我左邊加上一個波浪 我左邊加上一個這樣子的話 那就變成殼 口渴的殼 三點水 這是三點水 火不是這樣子 所以這邊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好那這裡來講一樣 先左右電出來 好那這邊 多一個角出來 那這裡可以冒出頭 可以麻冒出頭 那這裡一般如果 這裡冒出頭的話 大概這裡會左右連接 會左右連接 那這裡一樣 那這個地方就跟我們上次講的一個字 很像 啊 我們之前有講過一個愛字 那愛字 那你說它等容 這樣的結構 假如這樣的結構的話 它都會變成是這樣的一個情形 如果是這樣的結構的話 它都會變成這樣的結構 那這裡它是這樣子 這樣子 那我們再把這裡拉長 這裡拉快一點點 就變成這樣的結構 有沒有 所以你只要遇到這樣的結構 或者寶蓋頭這樣的結構的話 大概就會變成這樣的一個情形 那愛心的愛呢 這裡面它是寫心 那這邊它不是寫心 它寫紫 為什麼 一個人 再一個L 這個人的撇拉直 這個地方拉橫 就變成一個直 等分 然後這裡帶過來 那這裡 帶過來 把這個空間等分就可以了 那這個部分來講 這一筆 這一筆就是撇的部分 那就是這一筆的部分 那這個地方 就是這裡 這樣同一個意思齁 這個地方 就是這個左撇的部分 那裡面 這樣子 就是在這個地方 只把這裡變成人 變成樸 變成樸 變成樸字 這地方可以稍微去注意一下 那最主要在說 我們只要遇到帽子的型態的 這帽子的姿態的 那大概都會寫成這樣的一個結構出來 那這樣齁 OK 那麽這一單元就這邊結束 那麽一旦 就有個剛才來的 那麽一旦 這裡 這個是 那麽 那麽一旦 就有個剛才了 這麽一旦